而且我也不知道說 其實手術其實 雖然就是那一刀覺得很 會很有壓力很痛苦 可是其實手術完之後 其實復原就很正常 他就覺得 我覺得重生 真的這兩個字重生 因為真的說實在 他覺得他過不了那個禮拜 他覺得他如果下一次的月經來 他一定會走 其實他跟我講話 我覺得他是在交代他 他過不了下個禮拜 就是手術前 對我可能跟他講說 我跟你講就是那個 銀鴻春快什麼吃 喔 說實在說真的 那時候吃到面對 小孩你要怎麼樣養大 會什麼吃 因為他自己身體狀況 他知道他說 他下個禮拜月經來 絕對他就 他可能就會 那你聽到沒有很崩潰 他很崩潰啊 他很崩潰啊 因為你知道你老婆狀況嘛 每天躺在那邊 就是就像一個活死人一樣嘛 我的意思是我知道 他狀況很不好 教心姐不好意思 剛剛有提到說 就是 就是栽子子宮這個手術啊 是為什麼需要到 就是做 對啊 我也覺得有這麼嚴重嗎 那個時候我覺得就是 心裡還沒準備好 小孩還小 我就覺得我自己 不能倒下來 因為畢竟要住醫院 大概一個禮拜這樣 然後後來 後來是沒有辦法 所以後來立刻就去結診書寫 然後書1000cc這樣 出來其實就好了耶 就生龍虎虎了耶 因為有血了 對 沒有可是你知道他那時候血色素 只有刪的時候也不能開刀耶 因為太不夠 太低 對不夠 根本不夠 所以必須要先養 要先養 他血色素跟子宮的有什麼關係 因為 子宮肌瘤造成 他的經血每次都大量 喔有肌瘤 喔子宮有肌瘤 喔 大小知道嗎 其實不大 是因為我的位置剛好壓迫到 所以每一次那個量就是大到 就是可能 我兩個禮拜就來一次 一次就來一個禮拜 所以我每天都在你知道 大姨媽的問題 你就是你的入不敷出 我們吃鐵劑 我帶他去吃牛肉 帶他吃豬肝 那些要補血 其實都還不濟急 其實那時候嚇一跳 因為嘉欣跟我講說 他覺得他過不了下禮拜 當你的一個親人跟你說 他覺得他過不了下禮拜 你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嗎 就是他覺得 他身體告訴他 他已經沒辦法 因為好長期他跟我講說 晚上睡覺 那個心臟都一直很大 那個叫做 他沒有血打到心臟 所以他的心臟是 很弱 很弱在那邊 就忘了 對 你那時候跟我講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 他就一直胖 一直沒有血嘛 那他的那個就好辛苦 那個心臟就好辛苦 而且我也不知道說 其實手術其實 雖然就是 那一刀覺得很 會很有壓力很痛苦 可是其實 手術完之後 其實復原就很正常 他就覺得 我覺得重生 真的這兩個字重生 因為 真的說實在 他覺得他過不了那個禮拜 他覺得他如果下一次的 月經來 他一定 會走 就會寫 寫包外來死這樣嗎 沒有寫 那時候我會覺得 可能好像是說 會沒有寫 然後休課 會突然休課 因為好像是這樣講 就是我平常是這樣講 那時候最後 真的他覺得不行了 我們要趕緊去那個 對 他本來約下個禮拜 要去某間醫院 要去做檢查 可是他覺得 他已經沒辦法檢查了 他要送急診 嗯 我覺得當下很慌 在哭啊 什麼的 沒有 我只是覺得 就是很想交代一些 自己的原生 你已經想要交代 其實他跟我講話 我覺得他是在交代 他 他過不了下個禮拜 就手術前 對 我可能跟他講說 欸 我跟你講 就是那個 硬胺春快什麼之類 喔 說實在 說真的 那時候就要面對 小孩 你要怎麼樣養大 會什麼之類 因為他自己身體狀 他知道 他說他下個禮拜 月經來 絕對他就 他可能就會 嗯 那你聽到沒有 很崩潰 他很崩潰啊 他很崩潰啊 因為 你知道你老婆狀況嘛 每天躺在那邊 就像一個活死人一樣嘛 平常心想 沒有 對不起 這個比較不好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他也很容忍我啦 很包容 我的意思是說 我知道他的狀況很不好 可是很多我的周遭朋友 都說去開刀 拿掉子宮之後 就沒有月經的問題了 那 對對對 我覺得 你很擔心 因為去開刀也有風險 他也會擔心 你一進去之後 會不會就不出來 其實我相信他的壓力也是會有 怎麼說檢查出子宮肌瘤這件事 大概四年前 四年前 所以那時候四年前就知道說 醫生就有建議說把子宮 就SOP就來了 就是護士就說 欸 那是 可是因為很多 很多女生都子宮肌瘤 但是大家 大家也是都是相安無事 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也就認為說 我就想說 我用到開刀這一 對對對 因為是前面沒有錯 開刀拿掉肌瘤就好 不用整個 可是有些人不開刀 跟他可以和平相處 因為如果三四十歲 那他因為壓迫到某個地方 所以造成他的驚喜是大量 就每個人狀況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 一直是心理上面 包括其實我這 我大概長達 應該有七年內 我一直有產後 由於一直延續到 後面也都有游死者 我也去看過心理諮商事 所以就是有尋求很多 因為那個時候也會覺得 就是自己好像全身痠痛 其實所有的名義都是來自於 就是 好 血量 對 所以應該 這些東西加在一起 然後會讓我 包括我有去看 就是說我是不是 自閉神經失調 對 然後或者是 腳上腺抗進 有那個腹膠痰神經問題等等 那可是後來 我們就先把這件事做完 就是醫生說 就是說 我們先關血龍頭 對 就讓我們 會每個月不斷的 就是流血這樣 後來到目前為止 現在就OK